还原案发现场揭秘案情真相 欢迎收听大案纪实2019正义人间 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前两天呢 因为发烧感冒啊 所以呢 给大伙停更了两天的节目 反正我这也很规律 每年两回发烧感冒不多不少准时报道啊 并且一感冒 必然是电脑体发烟 然后就得发烧啊 也没办法 所以呢 每年都得有这么一两周的时间 是处于嗓子哑的说不出话的状态啊 现在呢 也没完全恢复过来 但是得不能一直给大伙拖着啊 就短点吧 十来分钟 今天给大伙说个什么案子呢 来说说1994年发生在沈阳的一起宣案 素材来源 微言松听 1994年10月13号傍晚呢 沈阳市黄谷区怒江派出所接到报案 说大渡河街174号 有人被杀了 报案的人呢 叫张学丽 在一家酒店呢 负责音响工作 面对来勘察现场的警察 张学丽很惊恐的说 十三号是我岳母的生日 原本定好了 我们夫妻俩回去给老太太祝寿 于是我十三号早晨下了夜班之后 没回家 直接去了岳母家 可是左等右等 到了下午三点多 我爱人唐爱军也没来 我就给我爱人的单位天香玉池打电话 人家说呀 他一天没来上班了 我当时我就担心 哎呀别出什么事啊 我赶紧跑回家里 这才发现 我的爱人已经死了 公安干警啊 进入室内勘察现场 看到的是一幅很惨的场面 唐爱军胸口被刺了好几刀 心啊肺啊肝啊都被刺破了 他僵硬的脸上呢 表情是万分的惊恐 鲜血染红了白色的毛衣和米色的毛裤 张学丽住在四楼 一个三面向阳的单元里边 他呢住在西屋 东屋呢是他堂弟张学刚住着 这两家啊合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 其实就是一套房子 西屋死了人了 警察自然得问问东屋 结果一推开东屋 更血腥的场面 吓了干净一跳 东屋的女主人余小梅和她的女儿张媛媛 也被人害死了 死在两床之间的余小梅只穿着一条蓝色的裤衩 上身是赤裸的盖着一件皮夹克 张媛媛呢 则死在自己的单人床上 经过检查呀 余小梅头部呢 遭到盾气重击 脖子被刺了很多刀 张媛媛除了头部被盾气打击之外 背部也被刺了不少刀 可令人奇怪的是 这三个被害者身上啊 都没有被强奸和打斗的痕迹 屋子里呢 也没有被盗的迹象 这三个女人都是瞪着眼死的 死不瞑目 两间屋子呀 都是血流成河 张家住宅的走廊门上 一副春节时候贴的对联呢 还在那贴着 上面写着喜气营门 可是一夜之间 这屋子别说喜气了 俨然是成了凶宅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凶手是谁 为什么要下次毒手呢 三条人命的特大凶杀案 震惊了沈阳警方 市区两级公安 调集精兵强将 权力侦破 经过现场勘查 和尸体解剖检查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血腥的现场呢 没有外人入室杀人的痕迹 歹徒作案 发生在12号的晚上11点前后 而此时能在屋里的人 除了被害者 就是东姑的护主张学刚 因此呢 最大的嫌疑犯就是张学刚 张学刚35岁 当时是沈阳市天平仪器厂的工人 他的父母啊 兄弟姐妹啊 虽然都在 但是啊 警察问他们的时候 谁都不知道 张学刚 现在在什么地方 警察呢 于是找到张学刚的同事 了解情况 一个姓霍的工人说了 张学刚可能去秦皇岛了 因为12号中午呢 他曾经和张学刚玩过麻将 张学刚告诉他们 说晚上五点多呀 要坐火车去秦皇岛 另外两名工人 吉某和王某某也证实 张学刚呢 给他们看过火车票 还有人呢 看到张学刚买了十多根香肠 和其他的食品 这么一来呢 张学刚案发当时 就应该是在去秦皇岛的火车上啊 这样 他就没有作案时间了 可如果不是他 凶手又是谁呢 九天以后 警方接到情报 说张学刚啊 曾经从外地 给爱人所在单位的领导 打过长途电话 说要找爱人 那位领导说了 你爱人哪 去农贸市场了 还说他的小孩病了 人这领导还问他 学刚你在哪啊 你快回家吧 同一天 张学刚的二哥 也接到了电话 他二哥呀 就问他 人是不是你杀的呀 啊 不是啊 我估计啊 是我做买卖时候的仇人干的 那伙人呢 还想着杀我 我得在外边躲一阵子 从以上这种种情况来看 张学刚是做贼心虚 警方一边继续侦查 一边布下了天罗地网 到了新年前夕的12月28号 上午8点左右 一个卖豆腐的小伙子 去公安局举报 这个人呢 是张学刚 他姐夫的弟弟 他呀 受兄长之托 赶去报信 说张学刚回来了 正在姐姐 张桂兰家里边 警方啊 听到讯息之后 赶紧就赶到了张桂兰家 把人困马乏蒙头大睡的张学刚 就带走了 经过图审啊 这个家伙承认 是我杀了人了 那你为什么杀人呢 就是夫妻有点口角 吵架 一时没压住火 就杀了他了 可是这个回答 破绽太明显了 跟老婆吵架 干嘛还得把孩子杀死呢 这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啊 再者说了 为什么又要杀死 另外一个屋子里的唐嫂呢 在沈阳市公安局 预审处干警的询问之下 张学刚终于交代了他的作案动机 那么他为什么残忍的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甚至是杀害了自己的女儿呢 咱们呢 下期节目啊 接着聊 我在节目评论来下边啊 总发现有些听友留言问我 这个案件中出现的枪是什么型号的呀 那案件中的刀是什么样式的呀 看来大家呢 对于武器都颇有研究啊 那现在正在热播的这档军事节目 算是对了大伙的胃口了 我才开始听啊 说的都是时下最惹人瞩目的军事热点话题 各国的军事武器呢 都一一揭秘 军事迷们一定不能错过 想听就在喜马拉雅搜索 军事历史大讲堂 红社库尔斯克电台 天天更新 节目管购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